B-21的下一代是什么 飞得更高还是飞得更快 比如亚轨道轰炸机 高超音速轰炸机 还是说轰炸机已经被淘汰 美国也不再研发 B-21就是美军的最后一代 在轰炸机这个领域 B-2就是妥妥的大哥大 世界各国最想要的也是B-2 毕竟谁会拒绝一架会隐身的轰炸机 B-2再加上其他两兄弟 组成真理三件套B-1B-B-52B-2 基本上能炸毁世界上99%的国家 不过再过个几年 这个大家庭就要加入一个新成员B-21 虽然看上去就是一个缩小版的B-2 但是B-21内置要比B-2更先进 功能也比B-2更全面 看着这个形状跟B-2一样奇葩的B-21 火力军想到一个问题 B-21的下一代是什么 会不会继续用B-21的造型 是亚轨道轰炸机还是高超音速轰炸机 目前美国的轰炸机分别是大哥B-52 二哥B-1B 3D B-2 其中大哥B-52朴实无华 当然这是保义词 毕竟是老大 美国也不知道怎么搞更好 所以中规中矩 三十吨的载弹量 一万六千公里的航程 速度也不快 到现在已经是六七十岁了 依然是美军轰炸机的主力 二哥B-1B比大哥玩的花 这个时候美军已经有经验了 于是就给B-1B装上了一个超音速变后掠翼 翅膀可以伸缩 速度1.2马赫 一万两千公里的最大航程 超音速变后掠翼的设计使得B-1B可以像战斗机一样低空突防 三地B-2世界上唯一的一款隐身轰炸机 此时的美国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轰炸机技术 B-52和B-1B也有了一定的数量 完成任务已经是不在话下 于是美国就放开了研发 最终就搞出来长得跟外形科技一样的B-2 性能也是没得说 没扔炸弹的时候 B-2完全可以骑在你头上拉屎 但是造价实在是太贵了 一价二十多个亿 比当时的黄金都要贵个两三倍 美军也不舍得用 所以B-2其实是三兄弟里面干活最少的那一个 但是光看不用这钱不白花了 于是美国又为B-2准备了一款防区外打击的巡航导弹 B-2也不用射险 离远点扔导弹就行了 不过再往后推几年 B-2就变成三个了 B-21要加入美军轰炸机的大家庭 成为最小的四弟 美国研发B-21其实是为了接提二哥B-1B的班 毕竟B-1B没有核打击能力 而且可靠性最差也不容易保养 于是美国就打算把一部分B-1B给退休掉 只是美国空军轰炸机的数量 现在差不多就剩130多架 B-1B退休一部分之后 美国轰炸机的数量还不到100架 于是就打算利用B-21 填上B-1B的空白 在外形上B-21其实跟B-2差不多 但是造价要比B-2低了四分之一 单价差不多是6.4亿美元 价格低美国也就打算多买一点 买80到100架 替换掉B-1B的空白之后 还能有剩余 B-21不像B-2那样 专注隐身轰炸任务 而是具备轻爆收集 监视 侦查 电子攻击通信和核打击等一系列的功能 有点像集成了全球鹰MQ-9死神的缩小版B-2 体系化作战能力会得到明显的提升 但航程大概率比B-2要短 现在第一架原型机 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空军工厂完成地面测试 那么B-21的下一代是什么 火力军就先定义为B-X 毕竟美国现在也没有计划 火力军就以轰炸机的发展来进行合理的推测 讨论5D B-X是什么样子之前 我们要先知道一个问题 轰炸机到底还有没有下一代 如果未来轰炸机被淘汰了 那讨论B-X长啥样也就没意义了 毕竟轰炸机已经被淘汰过一轮了 现在说起轰炸机基本上都是战略轰炸机 也就是丢核弹的那种 虽然也能丢普通的航空炸弹 但也是备选 以前那种专门丢炸弹的轰炸机已经没影了 在早些年的战争里 轰炸机就是个扔炸弹的 但是后来扔着扔着就变了味儿了 二战的时候 轰炸机就是大跌 在天上扔炸弹跟下雨一样 只是到后来 炸弹精度提高 防空导弹成熟 轰炸机不敢再那么放肆 加上激光制导 卫星制导的出现 战斗机也能完成有价值的轰炸 在面对防空导弹时 也能做机动躲一躲 轰炸机的活就被抢了 这点倒是无所谓 你抢我的 我抢你的很正常 最关键的是战斗机太卷了 干活多花钱少 养一架轰炸机的钱 可以养好多架战斗机了 于是轰炸机很快下岗 英国的火神战略轰炸机 法国的幻象4也是一样的结局 到现在 全世界就只有三个国家保留了轰炸机 而且还都是战略轰炸机 毕竟还要投核武器 所以按照火力军的看法 只要核武器还在 那么战略轰炸机就不会被淘汰 只要是国内有纵深的 比如俄罗斯 美国 一轮核弹炸不完的 就会一直有 英国和法国淘汰战略轰炸机的原因很简单 用不着 一轮核弹下来 机场都没了 还战略轰炸机呢 留一个海机当作反击手段就行了 而且也不用威慑其他国家 死对头也就一个俄罗斯 反正还有美国管着 作为战略轰炸机 它还是三位一体的空机 所谓口径及正义射程就是真理 你有了核弹 总不能让它在自己手里炸嘛 没有谁研究核武是为了当自爆卡车 那怎么送出去呢 这就是三位一体了 一国同时具备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潜射弹道导弹 以及战略轰炸机三种核打击方式的能力 当一国拥有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时 就等同于具有全面的核威慑能力 而战略轰炸机就是核威慑中的重要一环 可以说只要人类没有步入太空战 核威慑中永远都有它的身影 每个国家的战略轰炸机 几乎都是被当宝贝一样供战 而且大多是上了年代的老家伙 以保证随时有机队可以执行任务 最主要的是 战略轰炸机是战略核打击体系中 唯一一个拥有反悔权 下达核攻击命令后 还能撤销的战略核武器 洲际弹道导弹一箭发射之后 就没有收回的说法 战略轰炸机则不同 接到警后带弹起飞 避免被炸毁在机场上 然后按预定方案进行攻击 等飞到攻击位置开始投弹时 有充足的时间核实 敌方是不是真正发起了核打击 如果是误报的话 直接命令战略轰炸机返航就完事了 简单的来说就是 如果一个有核国家 接到敌国核袭机的警报后 决策者必须在敌国的核弹头落地之前 判断这次攻击是真是假 几方的核导弹要不要开始反击 等对方的核弹头落地的话 自己的核导弹发射井 可能都被炸的差不多了 但如果不管三千二十一 接到警报就反击的话 万一警报是误报 那毁灭世界的核大战 就是你挑起的了 你就是世界的罪人 不要以为误报这东西不存在 在美苏争霸期间 双方都有核弹攻击的误报 而且在和平年代 轰炸机也能玩出花来 每当日本在北方四岛 想跟俄罗斯谈的时候 俄罗斯就把库里的图九五拉出来 绕着日本飞一圈 日本敢怒不敢言 还得派飞机上去跟着 万一真掉了 这可真就不好解释了 于是从F4F半飞到F16半飞 这两年再上去还能见到F35 铁打的图九五流水的空字 图九五航程又长 每回空字都得轮着上去好几架 这就是俄罗斯的核讹诈 效果拔群 家里都有大砍刀 但是这玩意儿不能拿到街面 那我天天怀里揣把匕首 在你眼里晃悠 你怂不怂 战略轰炸机还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航程 起飞之后就可以满世界流达 唯一能限制住它的 也就一个游了 虽说海鸡和陆鸡才是大哥 但空鸡作为一个小地 花样可不少 海鸡盛在隐蔽 为了避免被跟踪 核潜艇出门的时候 都会让保镖开路 把周围海域清空 然后往海底一藏 谁也不知道在哪 看见陆鸡被炸后 再开始反击 陆鸡的优势就是快速反应 唯一的问题就是 陆鸡会是敌人的第一目标 藏的不够隐蔽 估计会暴毙 空鸡的优势花样多 战略轰炸机升空之后 就很安全了 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导弹 也没办法发现隐身的轰炸机 安全性高 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选择 而且轰炸机在你头上飞两圈 其实就是威慑 当局势紧张的时候 战略轰炸机就会不间断 升空巡逻 保证一定数量的核弹 在天上飞着 这其实就是均衡 或者说是和平 画风就是各大流氓坐在一起 哥们儿 咱家的轰炸机刚起飞 反正到你家还要一会儿 要不坐下来谈谈 所以对于美国而言 无论是核威慑还是核打击 战略轰炸机都不会被淘汰 接下来就是BX了 隐身轰炸机想要更强 无非就三个选择 飞得更高 跑得更快 威力更大 威力更大 这个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不是没法变大 而是没必要变大 就巡航导弹而言 一架战略轰炸机的载弹量 就已经相当于十几架战斗机的满载弹药 核弹那就更不用提 威力多大 各位都清楚 再大点能干嘛 炸毁地球 威胁全人类 而且核武本身就是战略性武器 用不上 谁先用 谁就会被定在吃乳柱上 连带着自己国家 可能也要被炸毁 所以战略轰炸机的威力 不可能会变得更大 那就剩下了两个选择 更高和更快 高也就是压轨道轰炸机 快也就是高超音速 看名字就知道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更高 毕竟飞得越高 轰炸机也就越安全 问题是 美国的轰炸机需要高超音速吗 火力军士认为 没啥必要 飞得高 而且有隐身 就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了 现在轰炸机都不采用 凌空投弹 短兵相接的作战方式了 战略轰炸机也一样 都是携带的 远程攻击弹药 不再是以前那种自由落体炸弹 现在的远程反舰导弹 射程在500公里以上 巡航导弹射程则更远 少则上千公里 多得得有3000公里 这样的打击距离 战略轰炸机至少离攻击目标500公里 而且多数时候都处于 己方战斗机和防空火力的掩护之下 安全系数是非常高的 一般的国家想要猎杀这些战略轰炸机 要么使用射程超过500公里的防空导弹 要么派战斗机突破防空火力网和护航的战斗机 除了美俄还没有其他国家拥有500公里射程的防空导弹 而且不管哪个国家的战斗机 恐怕都没有能力突破美国的防空火力网 所以轰炸机更快其实没啥必要 火力军觉得发展高超音速轰炸机有些浪费 那就只剩更高 也就是亚轨道轰炸机 这个选择其实就包括了高超音速轰炸机 而且关于轨道轰炸机的研发 其实很早就开始了 最早的就是二战时期出现的银鸟 还是德国在1930年代后期设计的 当时叫做液体推进火箭压轨道轰炸机 也可以叫做超远程轰炸机 洲际太空飞机 因此用于轰炸美国的任务 它可以携带一枚接近四吨的炸弹 具有独特的探测系统以及隐身技术 听起来像究极武器 但是对于那个时代思想太前卫了 工程师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技术难题 由于二战的爆发 最终整个项目在1932年被搁置 资金和资源随后被转移到其他项目上 银鸟的设计目的就是通过一连串的短距跳跃 实现远距离高速飞行 先在三公里长的轨道上 安装一个大型火箭驱动发动机 推动飞行器起飞升空后 启动自己的火箭发动机 并继续爬升到145公里的高度 此时它将以大约50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 然后逐渐下降到平流层 下降的过程中密度逐渐上升 然后会产生生力 实现远距离滑翔 靠飞机平坦的底部最终导致它反弹 并再次获得高度 这种模式将重复出现 最终实现周际滑翔 由于阻力每次反弹都会比前一次更低 但仍计算出银鸟将能够穿越大西洋 向美国大陆投入4000公斤炸弹 然后继续飞行到日本 占领太平洋某处的着陆点 总行程为19000至24000公里 结果虽然没出来 但是战后 他们受到航空航天专家的高度追捧 并协助法国的太空计划 他们的银鸟有意航天器设计 后来被应用于美国的航天飞机 在这方面 德国属于是摸着石头过河 其他国家则是摸着德国过河 亚轨道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临近空间 亚轨道飞行 是指航天器达到太空中 轨迹相交在大气层 因速度高度和地球表面引力 不能形成一圈完整的轨道 例如一个物体从地球发射 达到海拔100公里以上的轨迹 然后落回地球 这被认为是一个亚轨道飞行 毕竟处于天空 速度起步就是高超音速 能达到5到20马克 而且还更安全 谁都打不到 现在的空战主要是在25公里以下的大气层进行的 不管是防空导弹还是飞机 其活动范围一般都不超过25公里 其次对于目前的防空和反导武器来说 25公里到40公里这段空间内 是一个两者都照顾不到的盲区 防空导弹可以打到30公里 但一般而言 作战高度不超过25公里 更不能达到40公里 40公里以上就属于美国的高端末端反导系统萨德的范围了 而在这个区间内 目前却没有武器照顾得到 萨德可以打40公里 但在这段空间内 由于与空气剧烈摩擦受热 萨德使用的红外导引头无法工作 还必须用一个隔离罩保护住导引头 等飞到40公里以上脱离保护罩之后 导引头才开始工作 因此只能反导不能防空 没法打25到40公里内的目标 总的来说 亚轨道轰炸机飞得又快又高 还十分的安全 又有哪个国家会拒绝呢 所以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更高 亚轨道轰炸机就是B21的下一代BX 现在美国和俄罗斯都有这方面的研究 想要实现亚轨道飞行 在启动外形上就要有所突破 传统的飞机利用的是伯努利定理 机翼上下表面的气流流速不同形成压差 但30公里以上的高空空气很细薄 传统的气动布局根本没办法获得足够的胜利 所以就要有新的气动布局 也就是承波体理论 这种布局理论不依赖传统的气动胜利 而是将飞机设计成楔形的一块 通过一体化的机身前部的倾斜平坦肌腹 楔形机头共同作用 将前方高速气流进行压缩 把高速飞行中产生的超声速激波压在肌腹下 利用激波产生的向上压力 拖起机身 为飞行器提供足够的胜利 画面就跟海上冲浪差不多 理论有了 但是实践有一定的问题 压轨道轰炸机要有空天两种飞行状态 飞机的气动就要满足两种理论 这就有点难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承波体飞机很难控制机动 但是在现代科技的支持下迟早有一天可以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 比如X33、X47、HTV-2都采用了承波体布局 BX压轨道轰炸机的样子肯定和现在的B-2不一样 承波体空天飞机气动外形基本上都是一体化 没有垂尾、平尾和机翼之后与传统的布局综合 还能发生点改变 两个翅膀估计更大可以看作老鹰那种感觉 屁股估计更大更平给轰炸机提供向上的力 体型估计比B-2都大 这种压轨道轰炸机研发成功之后 最大的优点就是速度快 5到20马赫 飞越太平洋也用不了两个小时 现在的战略轰炸机、隐身战斗机、航空母舰等打击手段 那就是地中地 而且从技术和理论上讲 压轨道轰炸机还能反卫星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反卫星 轰炸机又多了一个任务 一旦战争爆发 直接摧毁掉敌方的预警卫星和信号卫星 从源头切除敌方的探测系统 没了预警卫星 洲际弹道导弹就是无敌的 比如美国的萨特 它能拦截弹道导弹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预警卫星能提前发现弹道导弹的踪迹 把敌人变成瞎子 自己就随便打 弹道导弹扔几个重几个 当然这只是兼职 主要职业还是核威舍 在压轨道扔一个核弹 那速度跟导弹一个样了 拦都没法拦 空击的重要性又上了一个台阶 今天的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B21会是什么样子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期见